交通部部长陆兆福今天宣布 首相兼财政部部长拿督斯里安华 已经批准2023年独中拨款的申请 这笔拨款会在开斋节公价的两个星期后 全数汇入独中董事部的银行户头 文告指出 中央这次一共发放了1575万令吉的拨款 给全国63所独中 每一所独中将会得到25万令吉 陆兆福声称 自己是在2月28号接获董总主席 陈大锦的申请拨款信函 中央不到两个月就烧来了好消息 随着走向亮绿灯 63所独中的拨款移交仪式 暂定在5月5号在吉隆坡举行